据观察者网报道称 据美国彭博社7月5日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 美国CAPS等立方体卫星在脱离地球轨道飞向月球的过程中失联 任务团队目前正试图确定原因并重建通信 这颗卫星是美国重返月球计划的重要一环 CAPS等是地域自主定位系统技术操作和导航实验的简称 这颗12单元立方体卫星重量约为25千克 主要任务是测试月球周边的近直线晕轨道的稳定性 为美国重返月球的阿尔特米斯计划进行技术验证 该卫星还计划在月球轨道上进行导航和通信测试 6月28日搭载着CAPS等卫星的电子号火箭在新西兰成功发射 该火箭由美国火线实验室公司研发制造 根据NASA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 任务起初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发射后的6天时间里 火箭实验室公司的光子上面级连续7次点火 将立方体卫星送入弹道式月球转移轨道 开启其月球之旅 如果一切顺利 卫星将在11月13日抵达月球的近直线晕轨道 但在当地时间7月4日 CAPS等立方体卫星与上面级分离后不久 NASA失去了与卫星的联系 NASA发言人莎拉弗雷泽表示 任务团队正在努力确定失联原因 并尝试恢复通信 根据深空网络的第一次完整观测 和第二次部分地面站观测 团队得到了很好的航天器轨道数据 弗雷泽在声明中称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任务携带了足够的燃料 可以将分离后的轨道修正机动推迟几天 彭博社指出 CAPS等卫星将要测试的近直线晕轨道 对于美国重返月球的阿尔特密斯计划至关重要 NASA规划的Gateway月球空间站计划 使用这一轨道 它将起到航天员前往月球表面的中转站作用 美国希望能在2025年实施载人登月任务 尽管阿尔特密斯计划出之不利 但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官员坚承 即使CAPS等任务出现问题 也不会妨碍后续的月球任务 该中心探索任务规划办公室主任 努乔德·梅兰西宣称 该卫星的数据非常有价值 但它不是必要的 我们有充分的计划 可以推进所有使用NROH的阿尔特密斯任务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 NASA总计为CAPS等立方体卫星任务 花费约3000万美元 其中2000万美元用于航天器的开发和运行 剩余1000万美元则花在了 发射用的电子号火箭上